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 马某担任博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博实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 掌握了博实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未公开信息 马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及未公开信息 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 操作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 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型电话卡下单 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其管理的博实精选基金账户 买入相同股票76只 累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余元 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万余元 2013年7月17日 马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投案 2014年3月28日 深圳中院对马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 违法所得人民币1883万3374.74元 依法予以追缴 在马某被查一案中 护身交易所的大数据监测系统公布可没 深交所监管部门在日常监控中 发现了一个10亿元账户重仓的小盘股 介入时机与马某掌管的博实精选高度重合 在进一步追查中 发现另一个同步进出的3000万账户浮出水面 马某老鼠仓由此案发 大数据筛查系统是证券交易所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 系统集成了交易、登记、结算数据和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相关信息 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和统计分析 是功能强大的综合监控分析平台 上交所异动指标分为四大类72项 敏感信息分为三级 共11大类154项 深交所报警指标体系 包含131个监控报警指标 5套智能分析指标 交易所监察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异动报警和智能分析等功能 能够及时发现涉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异常交易行为 每一个投资者从开户的第一天起 其所有的开户、委托、成交、托管等记录均纳入监察系统的监控视野 监察系统还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数据库 并设计了一系列报警和分析模块 一旦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发布前 股票交易异常 触及内幕交易报警指标罚值 监控系统将自动进行报警 为监控人员及时发现涉嫌内幕交易行为提供线索 尼赫勤、杨志山、马勒等案件线索 就是护身交易所通过系统报警和大数据分析发现的 实践表明 交易所完善的监控机制既能发现小老鼠 也能揪出大老虎 投资者只要利用了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老鼠仓行为 无论手段多么隐蔽 都难逃监管法眼 最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付出惨重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